用主的话语来勉励我们 造就我们 教导我们 宋牧师曾经在 Berkeley的基督教会服侍过 在去年安立为牧师 现在在接受医院愿目的训练 将会在今年九月毕业 我们很高兴她能够再来 我们很开心可以再来 欢迎宋牧师 谢谢刘牧师和Vicky 我愿意为今天的主日感恩 我要为今天的主日感恩 能够再一次回到你们中间 和大家一起敬拜 实在要谢谢刘牧师她的邀请 多谢刘牧师的邀请 她很爱惜我这个晚辈 常常给我机会到教会去服侍 她很爱惜我这个晚辈 常常给机会我们来服侍 让我们先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天上的父神这是你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一同敬拜 我们恳求主你在这里 求圣灵教导劝勉和安慰 好叫我们进入你的同在 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 祈求奉基督的名 阿们 在你的生命中 是不是曾经有一位生死相遇的朋友呢 大家 你在你的生命之中 曾经有没有一位生死相遇的朋友呢 其实在一个寡情的世界上 我们知道 在这个寡情的世界 我们知道 忠诚和友情是好难得好难求的 忠诚和友情是好难得好难求的 约拿丹他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的儿子 约拿丹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的儿子 就是扫罗的儿子 是扫罗的儿子 其实圣经当中他的记载并不多的 其实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不是很多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看见一段 世界上好难看见的友情 但是在他的身上 我们看到一段世界上很难求到的友情 约拿丹他是一个尊贵的战士 也是一个忠诚的朋友 约拿丹是一个尊贵的战士 也是一个忠诚的朋友 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曾经让我的心感到很震撼 他这个形象曾经令到我心里面觉得很震撼 我相信你读过这一段的故事 你一定会为这个热血男儿 他那个水晶一样的心 你会受感动 相信你看过这个圣经故事之后 你都会被这个热血男儿 这个水晶的心会感动 约拿丹在沙摩尔记当中 并没有过分地去渲染他和大卫的关系 约拿丹在撒母耳记里面 并没有很过分的渲染他和大卫的故事 其实在介绍约拿丹的时候 就有很简单的几句话 就已经包括了 我们看圣经它是这样说 约拿丹和大卫的心身相契合 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其实几句话我们就可以看见 大卫和约拿丹 他们这两位以色列的大丈夫 不光是拯救民族 拯救国难的勇士 只是这么简单这句话 就告诉我们 大卫和约拿丹这两位以色列的大丈夫 不单是拯救民族 拯救国难的勇士 他们也是身相契合彼此相爱的一个兄弟 他们也是心相契合彼此相爱的兄弟 其实大家想一想在一个乱世 大家想一想在一个乱世的时候 在一个谋略 在一个算计和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 在一个谋略计算和增战的年代里面 大卫和约拿丹他们在很多的方面 真的能够做到患难与共 这样做到这样彼此相爱做兄弟吗 大卫和约拿丹真的可以做到生死与共 大卫和约拿丹真相爱的兄弟吗 其实恰恰相反的 其实是刚刚相反 我们可以看见 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有很多的矛盾 有很多的冲突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矛盾 有很多的冲突 让我们先看一看他们有什么冲突 我们首先看一看他们有什么冲突 你看第一个他就是在地位上 在地位上他们有很大的冲突 第一他们在地位上有很大的冲突 约拿丹的父亲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 约拿丹的父亲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 在扫罗的时代 以色列他的君主政权是刚刚的萌芽 在扫罗的时代 以色列的君主政权刚刚萌芽 他并不具备很完善的体制 也没有那么奢华的宫殿 他们不是有很原备的体制 也不是有很多奢华的宫殿 我们看到也没有什么皇族的气派 我们也看不到他有什么王族的气派 但是他始终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 但他始终都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 是在万人之上的 在万人之上 那么作为王子的约拿丹 他的地位可以讲也是很尊贵的 这样身为王子的约拿丹 他的地位当然是尊贵的 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 这样一个持城沙场的王子 和一个在田野当中放羊的 牧羊的小子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个在这个战场上 持城沙场的尊贵王子 跟一个在田野牧羊的一个大位 那他们的地位是好悬殊的对吗 他的地位很悬殊 他们怎么能够做得到身相弃和彼此相爱呢 怎样可以做到心相契合彼此相爱呢 所以你看到在地位上 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看到在地位上 他们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在地位上的冲突 你还可以看到他们在声望上 也有很大的冲突 当大卫他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时候 约拿丹已经是一个公民远洋的第一战士了 当大卫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时候 约拿丹已经是一个公民远洋的第一个武士 但是后来呢 大卫他用一个小小的石头 将他们的宿敌菲利斯人的第一勇士打死 这个时候的大卫就好像一个一药冲天的新星 这个时候大卫好像一颗一药冲天的新星 他不光是夺取了国王的尊荣 他不单止奪取国王的尊荣 他令国王的儿子约拿丹也黯然失色 他令到这个国王的儿子约拿丹黯然失色 所以我们接着就看下去就会晓得 约拿丹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渐渐地失去了光彩 我们也会看到约拿丹之后就会漸渐失去光彩 大卫代替约拿丹开始统领以色列的军队 大卫接替约拿丹统领以色列的军队 对于小姐妹你们好熟悉 大卫接替约拿丹统领以色列的军队 你们会很熟悉 中国人有一句话 一个山里面不可以藏两只老虎 对不对 一山不能藏二虎 对某一些女人来讲 美貌可能是很重要的 对一些女士来说美貌会是很紧要的 但是对一个勇士来说 他的英明比他的生命更可贵 他的英明比他们的生命更可贵 当他的英明被掩盖的时候 当他的英明被掩盖的时候 丁统领你想想约拿丹他怎么可能做得到 将战衣将弓将他的刀和腰带 全部都给了大卫呢 我们想想约拿丹怎么可以做到 将他的战衣刀弓和腰带都给了大卫呢 他又怎么能够做得到 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呢 他怎么可以做得到 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呢 你看到了他们有声望上的一个冲突 看到他们有声望上的冲突 最重要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他们还有王位上的冲突 最重要他们还有王位上的冲突 我们说大卫的崛起 如果令约拿丹丹丧失了声望和权力的话呢 最要命的就是约拿丹他的王位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威胁 更加要命的是因为约拿丹的王位也受到威胁 扫罗他触心积虑地想要杀死大卫 其实他最害怕的就是大卫将自家的王位拿走了 其实他是怕大卫夺取他们的王位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兄弟相残这样的一些悲剧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知道选我们事件将唐朝的两个王子彼此参杀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知道唐朝的燕武门事件 也是为了夺取王位才发生的 也都为了夺取王位而发生的 所以听众姐妹你看到一个大卫一个约拿丹 他们两个既是成不了水火不相容的冤家 也不会成为一对闻静之交这样彼此相爱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丹和大卫即使不会成为西城水火的冤家 但也都不会做到闻颈之交的好朋友 但是圣经上的确是告诉我们他们是彼此相爱的兄弟 而且他们的爱情过于妇女的爱情 但是这个圣经是告诉我们他们是一个好的兄弟 他们的友情胜过于妇女的爱情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有什么基础 令他们能够彼此真的这样的相亲相爱呢 我想对于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提醒 我们相信对于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提醒 首先我们看一看他们真的有很美好的灵性 我们首先看到他们有很美好的灵性 在十四章里面 第十四章里面 约拿丹他和打兵器的少年两个人一起去攻击 多过他们很多的菲利式军队 约拿丹他没有凭着血气之勇 约拿丹没有凭着他的血气之勇 他凭着是对神的信心 他凭着他对神的信心 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耶和华是人得圣不在乎人多人少 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 他们贸贸然的去跟人家打仗 其实是等于自杀的我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信心 贸贸然去这样跟人家打仗 就等于自杀 其实大卫他也有很美好的灵性 其实大卫也都有很美好的灵性 他在牧羊的日子已经经历了神的保守 神的眷顾 所以当这个大卫还是个牧羊小子的时候 他看见以色列的巨人和军队 所以当大卫还是一个牧羊人的小子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巨大的军人和军队 大卫他这样说 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他这样说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丁姐妹你可以看到大卫和约拿丹 他们两个人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口吻 可以看到大卫和约拿丹 又是非常相似的口吻 他们真是很有信心 他们都是很有信心 历史上他们两个人都是战功显赫的 历史上他们两个都是战功显赫的 但是圣经里面找不出他们鞠躬自傲的话 但是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句他们鞠躬自傲的话 每一次的胜利都归荣耀给神 每一次的胜利都将荣耀归给神 他们没有说这个荣耀是我的 他们没有说这个荣耀属于我的 如果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最出色的 他们做到身相弃合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们两个都认为自己是最出色的 他们两个要做到心相契合是很难的 所以美好的灵性就是我们透过这两个人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美好的灵性是我们透过这两个人可以看到出来 弟兄姐妹你的灵命在怎样的一个阶段呢 黎显姊妹的灵命在哪一个阶段呢 首先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他们都是以民族为重 第二点他们都是以民族为重 民族的利益在两个人的心目当中是至高无上的 民族的安危在内 他们两个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当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 当扫罗想要杀大卫的时候 我们听一听约拿丹怎么说 我们听一听约拿丹他怎么说 他说你不可以得罪王的仆人 他说你不可得罪王的仆人 因为他没有得罪你 因为他未曾得罪你 他所行的对于你都是大有益处的 他所行的都是于你大有益处 其实约拿丹的心里面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自己的算盘 其实约拿丹的心里面 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盘算 但是他的心里面呢 考虑的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是 自己国家民族的一个整体的利益 但是他首先要考虑 他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整体 弟兄姐妹当我们做盘算的时候 大兄姐妹当我们做盘算的时候 我们把什么放在第一位 我们将什么放在第一位呢 是教会放在第一位呢 还是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位 是将教会放在第一位呢 还是将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位呢 约拿丹他看大卫他不光是一个自己的兄弟 他更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王 约拿丹看大卫他不单是自己的兄弟 他更加看到他是神所拣选的王 所以他对大卫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见他对神的顺服和敬畏 你可以看见约拿丹他是亲手把黄袍和冠冕放在大卫的身上的 我们看到约拿丹是亲手把王袍冠冕放在大卫的身上 但是约拿丹真的那么蠢那么笨吗 一点都不笨的他 约拿丹是不是那么蠢那么笨呢 他一点都不蠢 约拿丹他知道政治好骯髒 约拿丹他知道政治是很骯髒 他也明白人性的丑恶 他也都明白到人性的丑恶 他会知道大卫将要成为下一届的国王 但是这个国王原本应该是他自己的 但是这个国王的位原本是属于他的 所以呢他要大卫做一个启示 所以他要大卫做一个起誓 他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恩赐待我 你要招耶和华的持恩待我 不但是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 不但我活的时候免我死亡 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检除你仇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向我的家绝了恩惠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女士姐妹你可以看到啊 约拿丹呢他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人 约拿丹是一个很清楚的人 他有一个先后的秩序 他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国家在第一位 上帝是第一位 然后他自己和他的后裔 他的家放在第二位 然后他自己他的后裔 他的家放在后面 我们再来看大卫 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大卫 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他也其实得到很多的机会 可以杀扫罗的 他也都有很多机会 可以杀扫罗的 但是他不会因为 自己的一己之力 去损坏一个国家的洞梁 但是他不会为自己一己的私利 来杀害国家的洞梁 他晓得杀扫罗并不难 他知道杀扫罗并不难 但是却给了虎视眈眈的 菲利士人一个机会 但是就会给这个 虎视眈眈的菲利士人一个机会 弟兄姐妹 大卫和约拿丹心心相应 大卫和约拿丹心心相应 他们都是看神的 神的心意高过自己的利益 他们因为看到神的心意 高过自己的心意 你是这样的人吗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将神的心意 将神的家 将神的心意 将神的家 看得高于自己一己的好处 看得高于自己的好处 最后一点就是很重要 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 在这样一个彼此相爱 信心相应的两个勇士之间 其实有一位神在这里 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看到在这两个 彼此心心相应的好兄弟里面 其实有神在中间 我们通常会讲 特殊的政治的关系 厉害的关系 很容易让人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我们常常会知道 这些特殊的关系 厉害的关系 很容易令人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谈不上什么身相切合的 但是他们成为心相契合的 做普通的朋友都不可思议的 作为普通的朋友都可以不可思议 没有神 如果没有神 约拉丹很容易悲心斥意 对约拉丹当作仇敌来铲除他 约拉丹就很容易会背信气 而将约拉丹当作仇敌来杀毁他 约拉丹将来以后得失了 也会不放过约拉丹的后裔 大卫以后的后裔也都不会放过约拉丹的后裔 但是约拉丹和他两个人之间 就是曾经指着神的名启示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在神的面前起誓 他们说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他们说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耶和华在你我的后裔中间直到永远 耶和华在你和我后裔中间直到永远 我相信你们很熟悉真言 真言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朋友乃时常亲爱 相信大家会熟悉一句说话是真言 朋友乃时常亲爱 约拉丹其实他就是证明了这一点 约拉丹就是证明了这一点 以信仰维系的那种友情 以信仰来维系这种友情 不是哥们义气的友情 不是那些兄弟之间的义气友情 也不是在律师楼里签订下来的一个友情 也都不是在律师楼里签订一种友情 他不会以人间的财务权利或者感情去维系 而是神在他们中间 而是因为神因为神在中间 这兄姐妹大卫和约拉丹的友情 真的你觉得是不是很像一个千古绝唱 你觉得大卫和约拉丹的友情 是不是一个千古绝唱 和这一对的患难兄弟相比 我们有没有生死患难的朋友呢 我们有没有生死患难的朋友呢 我们和教会的弟兄姐妹 能不能做到身相契合呢 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能不能够做到心相契合呢 又或者是贸合神礼呢 或者是贸合神礼呢 什么是忠诚 什么是忠诚 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人中间 他们有一个忠诚在这里 我们看到在这两人的中间 有忠诚在里面 约拉丹他出于王位 约拉丹他又出于王位 父亲和兄弟三者之间要做取舍 在父亲、兄弟 他们三者之间要做取舍 人呢 我们都晓得都会有两男的 两男之间或者是三男之间的抉择 我们人人都会有两男之间 或者三男之间的抉择 广东话叫做 顺德哥来失扫义 就是说 顺德哥情失扫义 约拉丹的忠诚是怎样的呢 约拉丹的忠诚是否这样的呢 他是以真理而行的忠诚 他是依着真理而行的忠诚 是有原则的忠诚 是有原则的忠诚 这个原则首先是对神的一个信心 一个忠心 这个忠诚第一是首先对于神的信心 忠心 对神的忠心 其实能够帮助我们 在很多复杂的情况当中 处理我们的决定 对神的忠心 其实很多时候帮助我们 在复杂的情况之下处理事情 其实在教会里面 其实在教会里面 很多弟兄姐妹里面 会有同感的服侍 多辛苦都不要紧 大家都会同意 服侍有多辛苦都不要紧 但是最担心的就是 人际关系会比较复杂 但是最担心就是 人际关系比较复杂 其实约拉丹和大卫也是人 其实约拉丹和大卫都是人 他们在一个乱世当中 他们处于一个乱世当中 本来是应该成为一对死敌的 本来他们是应该成为一对死敌的 但是他们真的就能够做到 身相弃合 他们是兄弟 是朋友 但是他们真的做到 心相契合 是兄弟 是朋友 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好值得我们去思考 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很值得我们思考 又或者我们去换一个角度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 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 当神看一个人 或者是看我们的时候 当神看待一个人 看待我们的时候 神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神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耶稣讲过一句话 他说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耶稣讲过一句话 神给了我们一个特权 就是做他朋友的特权 我们是不是神的朋友呢 我们是不是神的朋友呢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朋友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朋友 我们就不要叹息 哎呀 我们有好朋友啊 不要这样叹息 我们就不要再叹息 我们没有好朋友了 不要再这样说 而是要像神那样 努力地成为别人的朋友 当我们在处理教会的关系 在处理教会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关系的时候 当处理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 和人际的关系的时候 求神教导我们先多一些的了解自己的限制 让我们承认凭着自己的人性 我们没有办法去营造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 让我们都承认靠着我们自己的人性 是无法营造美好的人际关系 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智慧 人际关系可能会狼烟四起 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 人际的关系可能会狼烟四起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信心 我们需要神的信心 我们有了神的信心才能够放下一己的得失 我们有神的信心才能放下自己的得失 才会考虑教会弟兄姐妹的利益 才会考虑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利益 那么很多复杂的决定 复杂的情况就会变得更简单更明了 那么更多复杂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简单更加明了 更加合乎中道 更加合乎中道 弟兄姐妹在一个冷漠的四溃的世界上 让我们羡慕得到一个好朋友 让我们羡慕得到这个好朋友 我们更羡慕神做我们的好朋友 好叫我们去享受神的同在 好叫我们去享受神的同在 也享受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这种美善 也都享受到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一个美善 好愿神祝福给弟兄姐妹也祝福给我们的教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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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